只因拥有一双蓝色眼睛 便被养母是座椅顾女儿的替身 两个哥哥第一次和妹妹见面 二哥明镜就把最爱的玩偶送给他 妈妈原以为这是儿子的董事 可当明兰伸手去接玩偶时 就被玩偶里弹出的眼珠子打了一拳 妈妈连忙护着明兰呵斥儿子 明镜却直言妹妹明兰四年前就死了 她不需要一个帽牌或夺走妹妹的名字 明镜的话彻底激怒了妈妈 被狠狠打了一巴掌后 头也不回地哭着跑开 妈妈在身后大声呵斥她给妹妹道歉 爸爸连忙拦住妻子南希让她注意身体 而明兰只是安静地捡起自己的帽子 大哥温柔地给她检查伤口 顺便介绍自己的名字叫尚明晴 爸爸安慰妈妈的同时 也不满她收养女孩的做法 这时明兰感气地走进了屋内 妈妈看着女孩的蓝眼睛却十分开心 安慰明兰不要害怕后 就要带她去房间里参观 自言自语一切都没变得 还有每年都给她买个新衣服 明兰安静地看着这一切 桌子上的照片里女孩眼睛也是蓝色的 妈妈拿出一件衣服让明兰试一下 可衣服明显是铜装 妈妈看着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的明兰 这一刻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宝贝女儿早就死了 直到晚上妈妈才带着明兰从房间里出来 大哥明晴急忙招呼一起吃饭 妈妈却开心地表示要给明兰买衣服去 看着被妈妈牵着小手的明兰 大哥明晴只是叮嘱两人路上想星 等妈妈离开家里后 明晴端着饭菜进屋叫弟弟吃饭 明晴只是看着窗外自言自语 大哥妈妈会不会不要我吗 明晴却直接拿出冰袋敷在她的脸上 美好气地呵斥弟弟明晴以后不许再说这种傻话 直到深夜明兰才提着大包小包回到房间 也不管地上散落的珍贵衣服和珠宝 满身疲惫地躺在床上 却想到了之前看到的那张一招 那才是真正的明兰 与此同时正在房间看书的大哥明晴 也注意到弟弟明晴似乎做了噩梦 于是贴心地为其盖上被子 看着弟弟哭泣着喊妈妈的样子 大哥明晴感到非常无奈 虽然突然家里冒出来个妹妹 但他深知明兰不过是个替代品罢 明兰作为养女来到上家 刚到新家第一天就不被二哥所接受 趁着天黑明晴带着鬼面具摸进明兰的房间 本想吓死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妹妹 却被散落的衣服绊倒在地上 无连喊疼的同时 明晴也注意到被明兰丢在地上的衣服 他震惊明兰居然不珍惜妈妈的疼爱 愤怒之下揭开明兰的被子显了发火 可床上却空无一人 就当他感到奇怪时 却被人狠狠打了一拳 没有防备的明晴直接跌倒在床上 剧烈的痛感让他鼻尖一酸 而一脸冷漠的明兰正死死盯着他 轻轻打开房门 就让他滚出去 第二天吃饭时妈妈就发现儿子脸上的心伤 明晴看向始作俑者 明兰却一脸平静地吃着早饭 明晴顿时火冒三丈 立马向妈妈告状明兰昨晚不仅没睡在床上 还把妈妈给买的衣服随意丢在地上 自己就是因为踩到衣服才摔倒伤到脸的 本以为爱干净的妈妈肯定会惩罚明兰 可爸爸却突然质问他大半夜去明兰的房间干什么 意识到问题的明晴瞬间傻眼 随后就被妈妈教育以后不能随便进女孩子的房间 而且过几天开学后明兰会和他一个班上学 他要好好做起哥哥的样子 一旁喝完饮料的明兰也准备去丢垃圾 却注意到垃圾桶里的一块手帕 正是刚到新家大哥明晴给他擦拭伤口用的 明兰冷笑一声 随手就将饮料瓶丢进垃圾桶里 几天后绿洲小学开学了 上家兄弟俩坐着豪车来到学校门口 有钱有言的哥俩早就成为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而最后下车的明兰也跟在后面 大哥明晴温柔地牵着他的手 这一幕顿时引起学生们的好奇 纷纷议论明兰的身份 大二哥明晴一如既往地对明兰展示嫌弃 她不是喜欢白色吗 婷婷突然害羞起来 慢慢凑近明晴身边 直言因为她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随后大哥嘱咐弟弟明晴好好照顾明兰 就和婷婷先行前往教室 明晴只是不满地答应下来 转头发现明兰一直在看明晴离开的方向 她坏笑着嘲讽明兰连婷婷半点也比不上 明兰却没有听她废话直接离开 随后课堂上班主任介绍起明兰这位新同学 也许是二哥明晴从中使唤 同学们嘲笑明兰孤儿出生是被收养的 班主任连忙呵斥便给明兰安排座位 而最后一排的女孩请求和明兰做同桌 等到开始上课的时候 女孩介绍自己的名字叫唐元 希望以后和明兰做个好朋友 女孩第一天踏进贵族校园 刚进教室就听到同学们恶意满满 只因明兰是被收养才便有钱 好在唐元小萝莉愿意和她做朋友 等到周末二哥明晴在家闲的发慌 妈妈却是满心欢喜宣布一件大事 明晴立刻来了精神询问是什么 妈妈刚想告诉众人哥哥的喜讯 穿着公主裙的明兰从后面走出来 妈妈直呼可爱抱着女儿又亲又宠 还吩咐保姆去拿粉色的衣服给明兰穿 随后开心地告诉两人 他们的大哥明晴通过了欧西里学院的考试 与此同时爸爸为了庆祝 带着明晴来到一家高档餐厅 服务员的一声上先生 正在这里吃饭的婷婷立马转头过来 惊喜地和明晴打招呼 明晴也没想到如此巧合 原来婷婷是和刚回国的父亲在餐厅吃饭 随后便向父亲介绍明晴是她的好班长 而上爸爸在看到婷婷父亲的瞬间顿时愣住 反应过来后连忙过去打招呼 可婷婷的父亲根本瞧不上她 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 还好明晴连忙打圆场 彬彬有理介绍起自己的身份 但婷婷爸爸也只是简单回应一声 好在婷婷的出面才化解了尴尬 最终同意和上家父子坐在一桌吃饭 但当她得知明晴居然通过了欧西里学院的考试 婷婷爸爸还是止不住地对明晴夸赞 同时让女儿举备为明晴庆祝一番 本就轻心的婷婷更加崇拜和爱慕 而婷婷爸爸也开始和明晴爸爸聊几天来 深知被欧西里学院录取的学生无意不是人中龙总 直言上爸爸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儿子 上爸爸宠溺地摸了摸儿子明晴的脑袋 两人的关系也由之前的排斥变得客套起来 而这一切都是明晴和婷婷两人事先策划好的 只是为了让上爸爸攀附这位商界大佬 事成之后明晴看着一直帮忙的婷婷 目光注视到身后的一架钢琴 随后一曲动人的琴声充斥在婷婷的耳边 演奏者正是她一直爱慕的那位明晴哥哥 等晚宴过后明晴来到卫生间 本想擦拭一下身上的水渍 却发现一直戴在身上的手帕不见了 仔细回忆才想起那天给新妹妹明兰用过后 她就当做垃圾给扔掉 而早就知晓此事的明兰也准备洗澡睡觉 只是她的背后却刻着某种诡异的符号 妹妹明兰正在家里洗澡 大哥明晴突然闯了进来 气得明兰抓起花洒就砸了过去 哥哥吓了一跳 赶紧关上门出去 心脏激动的蓬蓬直跳 这时弟弟明晴咬着冰棍走了进来 明晴气急败坏的怒吼起来 你怎么不在自己的房间里 明晴一时愣住 回过神来只觉得哥哥莫名其妙 转身就准备去卫生间方便一下 明晴见状惊的瞪大了双眼 赶紧一把抓住弟弟的手 怒斥他进去想要干什么 明晴都闷自己上个厕所咋了 明晴冷着脸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就是不行 憋不住的明晴便要强行闯进去 正在洗澡的明兰被迫走了出来 还未等两兄弟反应过来 一人给了一记大铁拳 事后俩兄弟老老实实地回到房间 二哥明晴已经快要被明兰气死了 自己上个厕所都能挨一拳 而大哥明晴却是觉得没脸见人了 他居然完全忘记家里多了个女孩子 等到弟弟睡着后 心情烦躁的明晴悄悄睁开眼睛 脑海里都是明晴背后的奇怪纹身 总觉得那个纹身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 他也开始好奇明晴究竟有着怎么样的过去 第二天一早不敢见人的两兄弟 不谋而合地拿起早餐急匆匆地跑出门 妈妈虽然觉得莫名其妙 但还是提醒儿子明晴记得按时吃药 随后妈妈刚准备敲门叫明晴起床 明晴就开门走了出来 不过整个人也散发着一股怨气 妈妈暖心地地地上一个苹果 叮嘱她在学校要听哥哥们的话 等明晴带着苹果离开后 妈妈这才想起来 浴室的门锁已经坏了好几天了 她居然一直忘了找人来修 而回到学校的明晴一直心不在焉 小萝莉唐元还以为是自己动静太大吵到她 殊不知在明晴的眼里 她只是个记不住名字长相的背景板 突然唐元扯了扯明晴的衣服 显摆自己在相机上课的符号 还说这是她唐元独有的标志 也不管明晴是否在意 得意地展示自己乱涂乱话的本领 前排的二哥明晴听到他们两个的说笑声 回想明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心中忽然有了一个主意 等到放学后明晴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 但一直偷偷观察身后明晴的一举一动 在看到唐元小萝莉和明晴告别后 整个教室就剩下他们这对所谓的兄妹俩 于是明晴告诉明晴 大哥去参加数学竞赛了 所以他们两个一起坐车先回去 但在此之前自己要先去一下老师的办公室 让明晴不要乱跑在教室里等她回来 说完就推门离开 而明晴听话地坐在教室里等着 却不知明晴已经丢下她一个人回家了 男孩因为不满妈妈收养回来的妹妹 故意把妹妹一个人丢在学校里 回家后还欺骗妈妈说妹妹去同学家里玩了 就在刚刚明晴让妹妹明晴在教室里待着 等她从老师办公室回来之后 两人在一起坐车回家 而明晴也乖乖地坐在教室里等着 阴谋得逞的明晴出了门却是欢呼一声 立马飞快地冲下教学楼 刚好被躲在拐角处的唐原看见 而不知情的明晴无聊地抛着妈妈给她的屏幕 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明晴走过去捡起来 眼角余光却透过窗户看到 二哥明晴蹦蹦跳跳地出了校门 独自一个人坐上汽车 焦急地跟司机说快点开车 还说谎妹妹明晴去同学家玩了 殊不知明晴已经目睹了一切 脑海里回想着明晴让自己等她 还有妈妈说让她在学校听哥哥的话 只觉得讽刺极了 而已经回到家的明晴 却看到妈妈的留言 因为孩子们不喜欢保姆做的菜 所以妈妈决定以后自己在家做饭 明晴顿时欣喜若狂 却忽然想起被丢下的妹妹明兰 无奈地叹了口气 如果没有明兰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妹妹 那妈妈永远都是她和哥哥的 想起这个明晴心里就很不爽 不过今天她总算是报了两拳之仇 心情超爽的明晴开始自己悠闲生活 无论是在洗澡 还是看漫画打游戏的时候 她都幻想着明兰这个笨蛋妹妹 现在肯定因为天黑躲在角落瑟瑟发短 最后只能哭着坐公交车回家 到时候就会向自己这个二哥跪下认错 想到这里明晴已经高兴得不得了 这时妈妈也从超市买菜回来 却被明晴的黑眼圈吓了一条 明晴只能撒谎说是猫梯的 随后妈妈又问起明兰怎么没回来 明晴却撒谎说妹妹去朋友家玩了 妈妈也很高兴明兰刚入学就交到了新朋友 而明晴心不在焉地吃着薯片 转眼已经七点多了 妈妈连饭都做好了 明兰却还没有到家 于是妈妈质问明晴妹妹到底去哪个同学家了 明晴心虚地不敢吭声 心想笨蛋妹妹该不会还在学校等着吧 为了不让妈妈发现自己丢下妹妹的事情 明晴想到明兰和唐元好像关系很好 便说妹妹去唐元家玩了 谁知妈妈直接要打电话给唐元家 为了门混过关明晴随便说了一串号码 妈妈立刻拨通电话 明晴这才放下心来 反正这个电话号码根本就打不通 原来小时候她就尝试过打电话给唐元 可无论拨打几次都无法接通 为此她还伤心地哭了好久 谁知下一秒就听到电话拨通了 妈妈正在跟唐元说话 明晴顿时如遭雷击 怎么可能呢 这个号码竟然真的接通了 男孩故意把妹妹一个人丢在学校 事后还向妈妈说谎妹妹去同学家了 就在刚才明晴为了门混过关 随便说了一串唐元家的电话号码 怎料这个曾经她一直打不通的电话 居然真的接通了 而接电话的人竟然就是唐元本人 本以为谎言就要被揭穿 可唐元却承认了明晴是到自己家完了 放下心来的妈妈 请她转告女儿快点回来吃晚饭 唐元笑嘻嘻地答应下来 妈妈黑着脸挂断电话 没好气地抱怨女儿不懂事 随后便和儿子明晴坐在客厅等待 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 可明晴还是没有回家 妈妈也开始有点生气了 叮嘱儿子先去吃饭 可明晴只是傻傻地愣在原地 满脑子都是那个本不应该接通的电话 殊不知这只是唐元善意的谎言 看着墙上贴满明晴的照片 唐元的眼里满是痴迷和愧疚 这次她应该帮到明晴了吧 与此同时爸爸也正带着明晴往家赶 一路上不停夸奖明晴的表演天赋 要不然自己也无法和婷婷的富豪爸爸交上朋友 于是爸爸准备了一份礼物 特意嘱咐明晴一定要交给婷婷这位小姑娘 等两人回到家里 却看见妈妈一个人蹲在客厅里哭泣 爸爸顿时以为妻子的老毛病又犯了 谁知妈妈神情哀怨地抬起头来 委屈地跟老公说起明晴的事情 这时明晴也出现在身后 像鬼一样地招呼大哥明晴过来 不明所以的明晴跟她来到角落 却听到了爸爸愤怒的叫骂声 怒斥那种地方出来的孩子都没有教养 明晴也身无可恋地说自己闯祸了 明晴顿时一阵无语 很显然爸妈说的事情和弟弟有关系 明晴可怜巴巴地点点头 随后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了大哥明晴 自从她把妹妹明晴一个人丢在学校后 原以为明晴知道上当说偏红 肯定会自己想办法回来的 可直到现在明晴还是没有回家 她忽然有些害怕起来 妹妹明晴会不会永远都不会回来 可转念一想 如果明晴就这样消失的话 反倒也是一件好事 那么妈妈和爸爸依旧属于她和哥哥的 男孩骗妹妹在学校里等着她 直到半夜都没回去找妹妹 其实她希望妹妹永远消失 这样妈妈和爸爸永远属于她和哥哥 可此时她却吓得瑟瑟发抖 大哥明晴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不后 二话不说就要赶去学校找妹妹明晴 明晴却急忙一把拉住她的手 愧疚地表示自己也想跟哥哥一起去 可明晴却发现她的手冰凉 脸色更是苍白的法子 明晴赶紧把她扶回卧室 拿出治疗心脏病的药物 明晴却觉得哥哥大惊小怪 她已经两年都没犯病了 不会有事的 明晴气得怒吼出声 她发现弟弟根本就没有好好按时吃药 明晴被瞪得心里直发毛 赶紧乖乖地把药吃下去 明晴这才松了口气 赶紧穿上外套出去找人 并且嘱咐弟弟不要和爸妈说明栏的事情 她会处理好这件事情 可明晴却沉默着没有音声 便告诉哥哥唐元的电话居然打通了 好像一瞬间回到了过去 直到现在她也不明白 唐元为什么没有揭穿自己的谎言 可大哥明晴却一巴掌打在她脸上 提醒明晴不要忘记过去的事情 那股追心的疼痛都是唐元给她的 三年前唐元害她还不够惨吗 无论这次她出于什么目的说这些话 明晴还是嘱咐弟弟 以后离唐元这个女孩远点 明晴只好乖乖点头答应 明晴这才放下心来 随后便出门去找明兰 但明晴心里也没有底气 只能暗暗祈祷着妹妹明兰千万不要有事 要不然妈妈肯定不会原谅弟弟的 而妈妈得知儿子要去接妹妹回家 立马就想让爸爸开车跟她一起去 可爸爸却非常不情愿 在她的心里一直没有承认过明兰这个养女 明晴也对这一幕早就习惯了 而且她也不想事情穿帮 便一个人独自离开了 临走前爸爸还没心没肺地表示 明晴做事她是一百个放心 可妈妈却很不满意 毕竟明晴自己也还只是个孩子而已 文言明晴心里异暖 当即表示自己身为大哥 照顾弟弟妹妹也是应该的 妈妈瞬间感动得眼泪汪汪 果然大儿子才是最可靠的男子汉 等明晴骑着自行车离开后 明晴却是十分担心 妹妹明兰真的还在学校等着他吗 很快大哥明晴就来到了绿洲小学 门卫大爷也奇怪明晴大半夜还来学校 明晴便询问今天教室锁门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学生留校 可大爷却说自己并未看到一个人 明晴顿时有点慌了 借口说有东西落了要回去去 坚持要亲自去教室看看 大爷深知明晴是学校里的三好学生 直接将钥匙交给他 明晴虽然已经不抱希望了 还是忍不住打开教室大门 一推门就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 妹妹明兰正坐在窗户边上 看起来一副要跳下去的样子 明晴赶忙扑过去想要阻止 怎料妹妹突然纵身一跃 不等明晴解释 一个箭步就冲了出去 明明是哥哥把妹妹一个人丢在学校 回家后爸妈却让妹妹跪下道歉认错 就在刚才明晴来到学校找妹妹明兰 却看到妹妹从窗口一跃而下 直接推开她就冲出教室 并怒吼着让她不要跟过来 第一次听到妹妹说话的明晴更加担心了 追过来一看就傻眼了 妹妹竟然只是单纯地上厕所 看着明兰满脸不悦的目光 明晴担心被误会成变太跟踪狂 只能故作镇定地表示恰好路过而已 其实她正准备去隔壁的卫生间 明兰就静静地看着她瞎边 那眼神仿佛在说 那你怎么还不进去啊 明晴只能硬着头皮进了厕所 感觉这辈子的脸都丢尽了 完事后一直跟在妹妹身后 明兰却加快脚步和她拉开距离 固执地坐回自己的座位上 明晴深知妹妹肯定觉得委屈 于是劝说妹妹和自己回家吧 爸爸妈妈都很担心她 可明兰却无动于衷 表示自己等的人是二更明晴 因为明晴跟她说要一直等她回来 明晴瞬间明白过来 妹妹这是在赌气 明兰虽然没有反驳 但气鼓鼓的样子已经给出了答案 明晴忍不住笑出来 妹妹一直不肯回家 居然是这么幼稚的理由 看着冷脸不肯说话的明兰 明晴深知这时妹妹的反击 只能好生好气地替弟弟道歉 还说明晴也非常后悔做了这样的事情 等回家后就让弟弟和她道歉 可明兰却无动于衷 明晴只好保证以后 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明兰本来还想再坚持一下 可肚子去咕咕叫了起来 明晴立马表示只要妹妹和她回家 就邀请明兰吃大餐 实在撑不下去的明兰蹭得一下站起身 背着书包就要离开 明晴也暗暗松了一口气 至少妹妹肯跟她回家了 离开学校前明晴将钥匙还给了门卫大爷 心满意足地搂着妹妹就要离开 大爷也非常纳闷 明明她检查教室的时候没人的呀 明兰才不会告诉她 自己一直在教室里死等着明警 后来憋得撑不住了想去卫生间 结果正好看到大爷来检查教室 害怕被赶走就下意识地躲在门后 谁知大爷直接就把门给反锁 悲催的明兰就这样被锁在教室里出不去 回家的路上明晴先给妹妹买了点好吃的 又担心妹妹怕了 暖心地将自己的外套披在明兰身上 明兰也开始看不懂眼前的大哥明晴 在她的认知里明晴并不像个好人 可为什么突然对她这么好呢 这时明晴推着自行车走了过来 明兰小心翼翼地坐在后面 可还是因为害怕紧紧地抓住明晴的衣服 而明晴也在思考回去后怎么和爸妈解释呢 突然腰间传来一阵尖锐的痛感 吓得明晴赶忙刹车 却发现妹妹明兰脸色煞白 她这才明白妹妹居然害怕坐自行车 明晴顿时人都傻了 之前坐那么危险的地方明兰都不怕了 于是只能推着自行车和妹妹步行回家 为了打破尴尬的局面 明晴讲起了家里的往事 当初为了让妈妈从妹妹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 爸爸带着他们搬到这个新家 可妈妈的病情还是没有得到好转经常发脾气 而弟弟明晴一出生就有先天性心脏病 导致没有一个学校敢收留他 还是妈妈签了保证书弟弟才能上学 但也无法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开心的踢球和打闹 再加上弟弟一直没有匹配的心脏 让自出生起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明晴 时常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所以明晴还是请求明兰这次一定要帮帮弟弟一把 千万不要跟妈妈说明晴把她一个人丢在学校的事情 很快明晴便带着妹妹明兰回到了家里 妈妈顿时欣喜若狂 但转头就发火怒恶持明兰还知道回家 明兰和妈妈道歉面对爸爸和妈妈的指责明兰一直选择沉默 脑海里回忆大哥明晴拜托她的事情 就当她准备开口认错的时候 爸爸却在一旁阴阳怪气起来 你是个哑巴吗 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吗 看着身边一直沉默不语的大哥明晴 明兰终于明白大哥突然对自己这么好 就是为了让他替二哥背黑锅 于是一把将身上的外套丢在地上 在大哥明晴的震惊之下 明兰低头喃喃道 我明明听从了妈妈的嘱咐 在学校里也听了二哥明晴的话 可没有犯错的我 凭什么要道歉认错 就因为二哥从小有心脏病 哪怕犯了错误把妹妹一个人丢在学校 大哥也请求妹妹主动帮弟弟明晴背黑锅 不明是非的爸妈也逼着她跪下道歉 明兰却坚决不肯认错 爸爸气得抬手就打 大哥明晴本想阻止 明兰直接一把抓住爸爸的手 全家人瞬间呆住 妈妈更是吓得瘫倒在地上 明兰这才松开手 头也不回的就要跑出去 爸爸这才回过神来 立马就要追过去打她 幸好被大哥拼命拦住 而跑出去的明兰却和二哥明晴中了满怀 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眼中的厌恶毫不掩饰 却什么话都没有说 转身绕过她静止上了楼 明晴如同做了错事的孩子傻傻摁在原地 而大哥明晴则捡起妹妹扔在地上的外套 听着爸爸一直骂妹妹明兰是孤儿院的一孩子 想起自己为她披上外套的样子 心里忍不住愧疚起来 等到晚上明晴整夜做了噩梦 她梦见了从小体弱多病的弟弟 也梦见了失望的妹妹在质问自己 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明晴猛地惊醒过来 才发现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看着一旁熟睡的弟弟明晋 她也开始头疼以后该怎么面对妹妹明文 忽然脑海里想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昨天她已经和婷婷约好一起去图书馆 明晴赶紧穿好衣服就跑去赴约 结果头发乱糟糟的都没来得及打理 却让婷婷觉得多了几分嘴 但当明晴准备带她前往图书馆时 婷婷却非要拉着她一起去商场买衣服 因为明天她要和爸爸去孤儿院访问 明晴瞬间愣了一下 婷婷这才想起来 明兰好像就是从孤儿院被领回来的 忽然觉得明兰很可怜 明晴文言陷入了沉默 等婷婷选好几件衣服后 明晴失神地跟着婷婷走出商场 路上婷婷看见乞讨的穷人 也会非常奢侈扔下一张百元大钞 但当裙子一脚只是被小乞丐抓了一下 长大的妹妹明兰 是不是也有着这样的遭遇呢 一路上明晴都情绪低落 婷婷则一心幻想着快点长大 好和明晴谈场甜甜的恋爱 这一整天她不是买衣服就是买鞋子 可把明晴累得够呛 死活不愿再继续逛下去 气得婷婷面红而逝 随后又想起这很像电视剧里 夫妻逛街老公喊泪老婆生气的场景 顿时羞涩的脸颊通红 急忙找个借口就要去卫生间 等婷婷离开国 明晴才得以休息片刻 但又想起了明安昨天倔强的样子 明晴忽然觉得妹妹挺可爱的 于是便去小贩买件礼物送给妹妹当做陪礼 恰好看到这一幕的婷婷 还以为是给自己买的 怎料明晴却当着她的面将礼物放进了兜里 直到两人分别的时候也没再拿出来 婷婷瞬间傻眼了 忍不住叫住了明晴 可当面对明晴疑惑的目光 婷婷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礼物的事情 只能暗示明晴 她送的葡萄酒爸爸非常满意 明晴礼貌地点点头 转身就要坐上公交车回家 婷婷看着明晴离开的样子 差点被这不开窍的直男给气死 只能偷偷跑到小贩那里 询问明晴刚刚买了什么 与此同时明晴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 妈妈给她送饭她也不吃 尽管已经发了高烧 但也不想告诉家里人 被爸妈冤枉的明晴生病发了高烧 却死活不愿意告诉家里人 第二天顶着憔悴的身躯回到学校 同桌堂园也看出她似乎生病了 但心里却十分得意 觉得自己上次的电话起了作用 于是故意将明晴之前丢弃的苹果又送给她 可明晴却直接一把扔出窗外 与此同时站在门外的二哥明晴十分纠结 想起哥哥昨天交代她的事情 明晴也不知道大哥明晴到底在想些什么 昨天居然特意买了小礼物 还让她挑个时间给妹妹明晴道歉 尽管明晴当时十万个不愿意 可大哥明晴的态度非常强硬 更是提醒她明晴已经是她的妹妹了 而且这次的事情都是由她引起的 所以愧疚的明晴内心也十分纠结 看着为自己背飞锅的妹妹明晴 明晴鼓起勇气准备过去道歉 老师却突然出现在身后 明晴赶忙将礼物藏进裤兜里 随后老师宣布 两周后五年级和六年级将举行期末远游 不过明晴却没有放在心上 拿出英语课本便准备认真上课 却发现书上被人涂抹的乱七八糟 她一眼就看出是唐元干的 唐元不服气的还想狡辩 谁知明晴直接拿出了证据 每页的涂鸦上都有她的独有标记 唐元顿时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爱留标记的习惯怎么还是改不了 于是故意撒娇卖蒙不让明晴生气 可明晴只觉得她是个变态 直接把她的课本抢了过来 唐元立刻一把按住 两人互不相让谁都不肯撒手 直接在课堂上争执起来 明晴因为发烧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唐元趁机将练习侧抢了过来 却不小心甩在了老师头上 让本来和善的老师也发气坏 直接把他们赶出教室面壁思过 唐元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只觉得刚才的事情实在是太好玩了 要不是因为明晴讨厌明晴这个妹妹 他们应该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明晴顿时无语 询问唐元是不是喜欢明晴那个讨厌 可唐元连忙否认 直言自己是明晴的守护者 只要是明晴讨厌的东西 他都要一并铲除 可话还没说完 明晴突然晕倒在地上 唐元赶紧把人送去医院 没想到明晴竟然发烧到了39度9 而且病得这么重 家里人竟然都不管他 唐元都忍不住有些同情他了 但还是蛊惑明晴是不是在新家不开心呢 如果是真的话 自己可以帮助他离开那个家 也许是昨天的事情彻底让明晴冷心 在唐元的震惊之下 明晴平静地说了声好啊 女孩高烧不退爸妈却不在身边 同学还怂恿让他离家出走 没想到明晴竟然答应下来 与此同时大哥明晴将婷婷约到天台见面 还让他先闭上眼睛 婷婷激动地心里小鹿乱撞 心想明晴果然要送自己礼物了 等到他睁开双眼 明晴拿出一个蓝色礼盒递给他 当作是感谢他帮忙的心意 就当婷婷准备拆开看饭时 明晴又拿出一件礼物 还说这是父亲为了感谢婷婷爸爸的谢礼 拜托婷婷务必要交到手里 婷婷一眼就看出又是葡萄酒 顿时觉得明晴对父亲这么上心 肯定是因为喜欢自己的原因 却不知拿回去的竟是父亲的催命符 就当两人准备一起去吃饭时 同学慌张地跑来告诉明晴 她的妹妹明兰突然昏倒被送进医院了 在得知学校已经通知了爸妈 明晴果断和婷婷告别 急匆匆地就往医院赶去 婷婷的笑容也在慢慢消失 她又一次看到明晴露出很严肃的表情 考虑到明兰是她的妹妹 婷婷不断劝告自己不要放在心上 可转念一想他们又不是亲兄妹 越想越离谱的婷婷决定还是先拆礼物吧 但当她满怀期待地打开一看 顿时满脸失落 明晴这次送来的礼物虽然很漂亮 却不是自己当初看到的那件 而身处医院的唐元 没想到明兰真的有离开心家的乡子 只能解释自己刚才也是开玩笑的 并劝告明兰即使对现在的心家不满意 但也总比回到孤儿院里要强 可明兰似乎心意已决 不敢置信的唐元 直接扑在明兰的身上 再次确认她是不是真的准备打算离开心家 明兰实在受不了她的啰嗦 索性用被子蒙住头装睡 殊不知唐元高兴得快要疯了 本以为要多费几番口舌劝明兰离开 却没想到这么简单 就轻松消灭了明兴讨厌的人 于是便准备为后续的计划做打算 嘱咐明兰好好养病后 转头就准备离开医院 怎料静何赶来的明兴撞了个满怀 随着两人目光交汇在一起 唐元小心脏激动的砰砰直跳 还不等明兴说些什么 立马发了风势的冲出病房 而明兴也想问问唐元 为什么又把电话号码换回来 可唐元早已离开了医院 明兴忽然感觉有些心疼 自己就那么令人讨厌吗 而离开的唐元则躲在楼梯间低声哭泣 他觉得自己特别恶心 也就在这时 一个男孩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唐元一抬头才发现是明晴 羞愧地跑出医院 明晴只是冷漠地看着他没有阻拦 随后便准备和赶来的妈妈回合 却意外得知了一个惊天恶好 妈妈居然早就得了脑癌晚期 男孩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妹妹 却意外得知妈妈早已身患绝症 就在刚才 明晴火急火燎地来到医院 却看见医生正在训斥赶来的妈妈 连自己女儿生病了都不知道 明晴只好劝说妈妈不要伤心 都是自己这个当哥哥的错 于是便准备和妈妈一起去看望妹妹明兰 却遇到了曾经为妈妈看过病的医生 追问他手术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 难道还没有告诉家里人吗 妈妈顿时神情恍惚 他一直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家里人 原来不久前医生就告诉过妈妈 因为她早些年经常服用抗抑郁药物 身体早已经不断恶化 患了脑癌晚期 如果及时治疗的话 还可以有两年时间 在此之前最好和家里人商量一下 那天也是死去的女儿明兰六岁的生日 妈妈一时间有些恍惚 觉得宝贝女儿一定是想自己了 所以才会在这一天告诉她这个消息 妈妈抚摸着石碑上女儿的照片 告诉女儿自己很快就可以和她见面了 突然一只鞋子从天而降 狠狠地砸在她的脸上 妈妈好奇地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小女孩在房顶跑来跑去 更是准备从房顶跳下 担心的妈妈赶紧告诉她危险别跳 却看到小女孩有着一双蓝色眼镜 妈妈仿佛看到了已逝的女儿明兰 那一瞬间妈妈的心里有了希望 正准备将宝贝女儿抱在怀里 谁知小女孩一脚踩在她的脸上 转头就往远处跑去 奈何她的身体太过虚弱 最后还是被保安给抓了回来 孤儿院的人也追了上来 表示小女孩因为不适应那里的环境 才会一个人偷偷跑出来 正准备带小女孩回去时 妈妈却死死扯住小女孩的衣服 告诉众人小女孩哪也不去 自己要收养她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 妈妈一直认为宝贝女儿明兰又回来 可现实依旧是残酷的 得知恶号的明晴简直难以接受 本想立马将妈妈的病情告诉家里人 妈妈却希望她替自己保密 等明兰出院后她会自己跟大家说的 明晴却没有多言 先是带着妈妈来到妹妹明兰的房间 随后借口要回学校处理点事情 转头就找到了为妈妈看病的医生 反复确认妈妈的病情是否真的已经确诊 在得到医生的确切答复后 明晴愤怒地质问医生 为什么没有通知患者的家人 医生却解释自己很早就劝告过她的妈妈 和家属商量后尽快来医院做手术 明晴气地拍起桌子 小小的身躯却散发着成年人才有的威严 指责医生的失职 既然妈妈患了这么严重的病 医院就应该主动联系病人的家属 可医生明知道妈妈有着抑郁症的病史 却还敢这么疏忽大意 要是妈妈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那责任该由谁来负责 医生顿时吓得冷汗直冒 终于正是起这个小孩子了 沉着脸问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明晴直接要求见医院的院长 而不知情的妈妈也来到了明兰的病房 却发现一直讨厌妹妹的明晴也在这里 女孩每天都在腰上缠满99层绷带 就连在医院治病都死活不肯解开 就在刚才明晴来到了妹妹明兰的病房 盼着发烧一直咳嗽的明兰 心生愧疚的明晴 最终还是拿出之前准备好的礼物 希望妹妹可以原谅她之前犯下的错误 明兰扭过头不想看她 明晴还以为妹妹不肯原谅自己 怎料明兰却伸手接过礼物 满眼怨恨地看着她 明晴的心瞬间提了起来 总觉得妹妹会突然反手砸过来 正当她准备道歉时 逼院的护士姐姐走了进来 发现明兰还没有换上住院服 立马非常敬业地想帮帮她 明晴害羞地转头就跑 听着里面传来的各种奇怪对话 只能蹲在地上掩饰爆红的脸结 忽然病房里传来妹妹的尖叫声 心急的明晴忍不住闯了进去 却看到妹妹衣衫不整的模样 原来明兰一直不愿解开身上的衣服 明晴忍不住偷瞄一眼 却看到妹妹身上绑满了很多绷带 护士也担心她之前可能受了伤 坚持要给她拆下来 明兰伸之背后的纹身不能被外人发现 索性闭着眼睛开始装睡 护士还不肯放弃 直接就要强行脱下她的衣服 明晴敏锐地察觉到妹妹似乎很害怕 为了替妹妹解围 故意告诉护士自己早就看出妹妹有点不对劲 别看妹妹长得这么苗条 实际肯定是个水桶腰 说完就告诉护士姐姐 妹妹因为嫌弃自己的身材 所以就用绷带把身上的坠肉绑起来 那样就可以穿上好看的衣服 真诚的样子让护士姐姐都有点心疼 也就不再打算逼迫明兰 等护士姐姐离开后 明晴看着身后一直装睡的妹妹明兰 询问她为什么要在腰上绑满绷带呢 明兰却平静地解释因为水桶腰 明晴瞬间一口气等在心上 只能满屋子开始瞎转 终于确定妹妹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当即威胁要告诉妈妈 怎料明兰却希望她别说 明晴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家伙居然也会求人 好在妈妈的及时出现 才打破空气中的一丝尴尬 等到了晚上 大哥明晴才从医院回到家中 爸爸却只关心她有没有帮忙把葡萄酒送出去 得知婷婷爸爸收下了礼物 半夜悄悄给神秘人打起电话 还告诉电话那头自己儿子办事很放心 而明晴察觉出父亲的不对劲 趁着弟弟睡着后 偷偷打开电脑监听父亲的通话 虽然谈话的内容比较隐晦 但明晴总感觉父亲一直在隐瞒什么 想起家里最近发生的事情 明晴发誓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只为守护这个即将破损的家 与此同时 婷婷为了替心上人刷好感度 亲自端来葡萄酒送给父亲 秘书习惯性地想检查一下酒水 可爸爸非常信任女儿 当着婷婷的面影而下 但当她得知酒水是明晴的爸爸送的后 一点喝酒的心情都没有了 婷婷顿时委屈地捂着脸哭了起来 父亲赶紧围着女儿不停说好话 甚至干脆地一饮而尽 可婷婷还是不满意 质问爸爸为什么自己一提到明晴就不高兴 爸爸深知女儿不懂人心嫌恶 只能劝告婷婷以后不要再和明晴来往了 可婷婷却认为爸爸看不起明晴一家 立马表示自己就是喜欢明晴哥哥 谁也别想把他们分开 说完就气冲冲地跑出去 爸爸无奈地叹了口气 只希望女儿今后能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 怎料婷婷突然去而复返 可怜爸爸地恳求父亲 帮自己转学到欧西里学院 爸爸哪里受得了女儿的撒娇卖萌 当即便答应下来 秘书劝她不要冲动 可婷婷爸爸心意已决 只希望女儿能早日醒悟过来 几天后身体恢复的明兰也回到了学校 老师也宣布本周五要去阐明山远游 可明兰却一直没有看见唐元的身影 明兰深知自己不过只是养母死去女儿的替身 所以决定要永远离开这个家 可当身体恢复的她回到学校 却发现蛊惑她离家出走的唐元没来上课 殊不知唐元早在十天前就来到了阐明山 直到远游出发的前一天 唐元才满身伤痕地回到学校 告诉明兰自己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只要按照她画的路线图路 明天就能彻底离开这个家 当晚明兰就开始收拾需要的行李 此时的妈妈还不知道女儿的想法 暖心地为明兰准备出行的衣服 明兰心里一阵酸涩 轻声说了一句谢谢 妈妈却忍不住哭了出来 只希望上天能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好好陪陪这个来之不易的女儿 等妈妈从明兰房间出来后 恰好被企业的明晴给撞结 得知妈妈还是没有勇气 将自己身患绝症的事情告诉家里人 明晴深知妈妈的苦心 便拿出一张医院的名片 安慰妈妈千万不要放弃活下去的希望 她的病情应该很快就能得到治疗 就在所有人都开始期待明天的到来时 半夜听听爸爸痛苦地在地上翻滚着 嘴里更是吐出大口的鲜血 等到第二天清晨 明兰在绷带里藏好了药物小刀和零钱 穿上一身便于行动的运动服 戴上唐元为她准备的路线图 临走前深深地看了一眼 摆放在桌子上的相片 失落地离开了这个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随后来到客厅 妈妈已经做好了丰盛的早餐 嘱咐她趁热把牛奶喝了 明兰心里十分难受 忍不住低声地说了声谢谢 明晴也注意到妹妹反常的举动 总觉得明兰今天似乎有心事 与此同时唐元也从闹铃声醒来 从乱糟糟的桌子上 随便拿了一瓶牛奶就往嘴里灌 却发现早就过期了不知多久 可唐元早就习以为常 而上家这边 大哥明晴和明兰已经等候多时 贪睡的明静才拎着行李走出来 明晴本想替弟弟分担一点 可明静却只名道姓地让明兰过来 只高气昂地将行李箱递过去 明晴本以为妹妹肯定会把行李箱 抡她脸上 可明静却心有成竹 用嘴形说了绷带两个字 明兰虽然很不爽 但还是一把夺过行李箱就走 身后的明晴瞬间愣住 妈妈就感动得眼泪汪汪 认为明兰已经彻底融入这个家了 可明晴却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眼下也不容继续深究 便准备带着弟弟和妹妹离开 临行前明兰看着妈妈慈祥的模样 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说再见了 来到学校后大家按班级上了大巴车 六年级的老师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 昨天半夜婷婷的爸爸突然昏迷 所以他不能来参加远游了 明晴却是心头一惊 一股可怕的想法涌上心头 而另一边明晴一直威胁妹妹明兰 让她干活还嫌弃她干得不好 同学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明晴却解释她和妹妹在玩国王和仆人的游戏 明兰文言恶狠狠地瞪着她 明晴顿时吓了一跳 赶紧威胁她要是不听话 就把绷带的事情告诉妈妈 明兰气得握紧拳头拼命忍耐 甚至马上就要离开了 也就不打算和明晴计较 很快大巴车就朝目的地驶去 电视上正播放婷婷爸爸重病昏迷的消息 还有唐元妈妈的采访视频 同学们都开始夸奖唐元妈妈长得很漂亮 可唐元却是大声要求老师换个频道 没多久大巴就停在了产明山 明兰却没有和同学聚在一块 悄悄一个人走上僻静的小路 明晴却偷偷跟了上去 眼看明兰就要越过桥的另一边 立马让她过来帮自己拿行李 明兰却没有像之前一样答应 只是让明晴赶紧回到聚集地 感到不爽的明晴立马威胁明兰赶紧回来 不然就告诉妈妈她身上缠着绷带的事情 明兰只是站在原地 明晴还以为妹妹肯定害怕了 却听到明兰平静地说了声无所谓 头也不回地选择离开 完了完了 明兰离家出走了 可二哥明晴却不愿让她离开 死死地扯住明兰的衣服 怒吼着让她跟自己回家 明兰阴沉着脸让她滚开 明晴被吓得不自觉地放开手 可又觉得不对劲 自己一个大男人 岂会被一个小女孩吓到 立马又抱着明兰的胳膊 质问她到底要去哪里 明兰为了让明晴彻底死心 只能说她根本就不配当自己的哥哥 这句话深深刺激了明晴脆弱的心 于是愤怒地将明兰推倒在地上 并警告她既然要离开这个家 那就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可当看见明兰真的走了 明晴也是越想越起 只能生气地选择离开 而明兰心中虽有不舍 但还是觉得这样做才是最好的结局 而前脚离开的明晴 还是忍不住想再劝劝妹妹 却发现明兰的身影早已消失在树林 明晴不禁想起第一次见到妹妹的样子 忽然感觉自己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而离开的明兰正在为两条岔路犯了难 突然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明兰本以为是明晴追了上来 却发现竟是赶来的唐元 原来她担心明兰可能看不懂路线图 亲自过来给明兰指引方向 明兰虽然不清楚唐元为何这么尽心尽力 但还是由衷地感谢对方的好意 唐元也没想到明兰这么爽快 所以临行之前还是不忘嘱咐明兰 路上千万注意安全 而且一个人要幸福地活下去 随后满心欢喜地回到聚集地 还告诉老师明兰有点事情耽误 而二哥明晴整个上午都心不在焉 如果不是同学提醒 他都不知道大哥明晴已经在门口等了半天 随后明晴将治疗心脏病的药物交给弟弟 并嘱咐他路上一定要好好照顾妹妹 为弟弟又和明兰闹矛盾 只能劝说弟弟要多让着妹妹一点 可明晴却哭了出来 将明兰离家出走的事情讲了出来 而且他觉得明兰这次是真的不会再回来 明晴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安抚弟弟不要担心后 立马冲出去找妹妹明兰 而始作俑者的唐元目睹了一切 担心以明晴的脚步很可能追上明兰 只能一路小跑赶了过去 明晴深知唐元心眼颇深 直接选择无视 唐元只能撒谎说班主任在找他 明晴却没有理会 直接朝着明兰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 顿感不妙的唐元只好拿出杀手锦 谎称自己刚才见过明兰 眼看明晴就要上钩 果断指向道路的另一边 怎料明晴根本不按照他的意思来 依旧还是朝着原来的方向追过去 临走之前不忘警告唐元 最好不要干涉自己家的事情 三年前他已经伤害过弟弟一次 如果妹妹明兰的离开还和他有关 这次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曾经讨厌的妹妹真的走了 男孩却哭了 这一幕刚好被回来的唐元所看见 他不明白到底哪一步做错 明明自己帮助明晴 赶走了他一直讨厌的妹妹明兰 可为什么明晴却哭得这么伤心 与此同时离开的明兰躺在草地上 感受着久违的宁静 但为了尽早离开这里 又按照唐元准备的路线图 摸爬滚打地来到了目的地 眼看翻过高山就能彻底离开这座城市 大哥明晴终于追了上来 并让妹妹跟自己回去 可明兰心意已决 当着明晴的面就往山下跳去 明晴紧追不舍 眼看就要被抓住 明兰直接一脚踹在她的身上 明晴也没想到妹妹这么厉害 好在前方已经没有退路 便准备好好和明兰切磋切磋 谁知妹妹看似身体瘦小 实力却不容小视 就当两人打得有来有回时 周围的地面却开始坍塌 明兰的身体也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 等到明晴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跌落到悬崖 双脚更是被压在巨石下面 可周围却没有妹妹明兰的身影 与此同时让爸爸来到一家高档餐厅 毫不关心新闻上播报铲明山 出现塌方的事情 只在意神秘人质问她 是不是已经把两瓶红酒 都送给婷婷爸爸 尽管上爸爸不断解释 自己只送出去一瓶 可神秘人却表示事情出了意外 所以之前谈好的报酬 也就不打算付亲 心情烦躁地上爸爸立马回到家里 将之前藏好的红酒拿出来 拍照发给了神秘人 可对方却直接把他的电话拉黑了 不明所以的上爸爸 这才静下新闻 却无意间看到 婷婷爸爸出事的消息 联想到神秘人 当她担心会被警察怀疑时 却听到妻子南希的惊恐声 看着电视里播报铲明山 出现地震的新闻 南希直接昏倒在上爸爸的怀里 而深处地震中心的老师 也开始组织同学们集合在一起 警区管理员安慰众人不要害怕 表示地震塌方的地方 在吊桥的另一边 学校安扎的营地 不会受到影响的 文言明镜和唐元瞬间愣住 那不正是哥哥和妹妹 离开的方向吗 与此同时苏醒过来的明晴 担心妹妹出了意外 强忍着身体传来的疼痛 四处寻找妹妹的踪迹 却看到山崖下面昏迷不醒的明兰 为了救下跌落悬崖的妹妹 哥哥甘愿牺牲自己 就在刚才明晴终于找到了昏迷不醒的明兰 好在妹妹只是受了点轻伤 于是让明兰试试能否爬到悬崖上面 奈何山壁太过陡峭 明兰虽然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但还是重重摔了下去 不甘心的她还想再次尝试 可明晴担心妹妹再次受伤 明兰便准备拉明晴上来 却看到明晴痛苦地瘫倒在地上 她这才明白明晴受了重伤 可就算这样 明晴还是让明兰赶紧离开 去大家集合的地方寻找救援 或者也可以抛下她独自离开 明兰沉默不语 深深地看了一眼山下的明晴 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明晴失落地跪在地上 听着耳边传来的暴雨声 和巨石滑落的声音 她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却听到了妹妹明兰的声音 回过头发现 妹妹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条绳子 用石头绑着两片指通要顺到山下 虽然明晴很奇怪上面的特殊符号 但还是相信妹妹选择吃下去 之后明兰让她将绳子绑在腰上 明晴这才注意到绳子 居然是破布条和树藤制作的 听着耳边传来妹妹的催促声 明晴以为救援人员赶过来 开始艰难地往山上爬去 可脚下还是踩空 眼看就要跌落谷底 山上的小手死死握住 绳子不愿放开 明晴这才松下一口气 随着身体不断往上提升 明兰痛苦咬牙坚持 最终明晴爬到了山顶 本想感谢一下救援人员 却发现周围只有妹妹一个人 而明兰则不停喘着粗气 她这才意识到是妹妹明兰救了自己 随后不等明晴追问 明兰拖着疲惫的身躯 将明晴带到一处山洞 之后用小刀割开一条绷带 明晴满脸震惊 妹妹真的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吗 出门还带着小刀和纸痛药 得不到回应的明晴只能追问明兰 是不是一开始就计划要离开 根本没想过融入这个家 明兰第一次选择了回应 表示自己的离开不正是她所期望的吗 明晴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她刚想和明兰解释 自己刚开始确实不满妈妈收养她这个妹妹 可话还没说完 却听到妹妹说她怎么还没有晕倒呢 明晴的身体就不受控制地昏倒在地上 明兰好奇地在她周边打转 深知明晴短时间内应该不会醒来 便一个人跑到角落 殊不知明晴一直觉得那要有古怪 之前根本就没有吃下去 就当她准备看看妹妹要干什么事 明兰已经把衣服全部脱完了 明兰好不容易将哥哥救了上来 明晴却故意在她面前晕倒 本想看看妹妹到底要干什么 却发现明兰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 明晴生怕被发现丑事 赶紧闭上眼睛继续装睡 在脑海里全是妹妹背上的纹身 那不正是自己考欧西礼学院时见过的图案 联想到之前妹妹给的纸痛药 明晴忽然感觉妹妹的身世似乎很不简单 于是决定回去后好好调查一番 怎料一个包裹从妹妹身上掉下 明晴趁机偷瞄一眼 却看见明兰身上缠满了绷带 之前用过的小刀也被她藏在里面 明晴都开始怀疑妹妹是不是个特工 于是偷摸准备拿走地上的包裹 怎料明兰似乎有所警觉 无奈明晴只能继续装睡 生怕妹妹发现自己刚才偷看的事情 就当她思考准备如何跟妹妹道歉时 明兰却来到她的身后 是她蛊惑明兰离家出走 这次的意外也不会发生 不知情的明晴只能安慰她不要难过 相信哥哥和妹妹一定不会有事的 而躲在山洞里的明晴 看着身边熟睡的妹妹明兰 偷偷捡起地上的包裹 总感觉自己好像在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忽然妹妹哼唧一声 吓得明晴迅速躺在地上装死 还好明兰只是翻了个身 但身体却是一直发动 明晴忽然有些心疼 等到第二天明兰醒来的时候 却没有看到明晴的身影 但身上的外套让明兰心里暖暖的 这时明晴拄着拐杖回到了山洞 先是对妹妹昨天的照顾感谢一份 但转头又埋怨明兰昨天的乌梦 居然把外套剪破用树桶做成绳子 难道就不怕出现意外吗 明兰反问明晴自己都受伤了 当时为什么还要跳下去救她呢 明晴也没想到妹妹会这么问 只能表示遇到这种情况 任何男生都会这么做的 明兰却有点不高兴了 转身就要离开山洞 无论明晴如何劝说 死活都要离开 情急之下明晴掏出之前捡走的包裹 威胁明兰身上没有钱的话 该怎么去其他城市生活呢 怎料明兰似乎根本不认识这个东西 还是在明晴的提醒下 猜想起好像是唐元之前塞给她的 里面居然有一张龙腾银行的金卡 明兰顿感震惊 立马意识到明晴昨天偷看自己换衣服 丑视败露的明晴赶紧强行解释 包裹是自己无意捡到的 可明兰打死也不会相信 怒吼着让明晴把包裹还给自己 明兰就要急眼了 明晴只好表示可以把东西给她 但要告诉自己她为什么非要去其他城市 难道是有亲人在那边吗 得到的答案当然是否 明晴也意识到妹妹只是想单纯地离开这个家 于是愤怒地质问明兰新家就这么让她讨厌吗 明兰不愿多言 再次要求把东西还给她 可明晴已经知道妹妹在外地没有亲缘 更加不会把金卡还给她了 明兰意识到被戏耍了 当即表示自己不要了 让明晴把金卡还给唐元吧 眼看妹妹这次真的下定决心了 明晴直接跪在地上 恳求明兰只要在这个家里待够两年时间 之后她随便去哪里自己都不再阻拦 明兰不明白什么意思 于是明晴只能说出妈妈身患绝症的消息 而且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离家出走的明兰得知养母命不久已 最终在哥哥的恳求下选择留下来 而赶来的妈妈焦急地在营地等待 愧疚的唐元整晚都守在帐篷外 直到第二天救援队才赶过来 被困在山里的兄妹俩才终于获救 得知消息的妈妈立马冲了过来 明晴懒心地拉住妹妹的手 看着相安无事的孩子们 妈妈一直悬着的心裁放下来 而回家的路上 明晴一反常态 主动关心受伤的大哥明晴 妈妈很开心儿子终于长大了 但明晴心里很清楚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 妹妹明兰也不会突然离家出走 大哥明晴也不会受伤 所以明晴决定以后一定要替哥哥分担 而唐元没心没肺地坐在明兰身边 明兰却不记恨她 毕竟如果不是唐元事先为她准备的屁花体 这次自己和明晴或许真的逃不出来了 看着一位在身旁熟睡的唐元 明兰又将存有金卡的包裹 偷偷塞进唐元的兜里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正轨 可明晴还是因为腿伤需要静养一个月 导致无法准时到欧西里学院报道 必须重新参加考试才能入学 而明兰也回到了绿洲小学 第一天二哥明晴就有点反常 不仅帮助明兰报作夜本 在看到明兰没钱买零食后 主动掏出自己的零花钱为妹妹结账 明兰都有点怀疑她是不是吃错药 唐元也是第一次见明晴这么关心一个人 夸奖明晴现在肯定非常喜欢她这个妹妹 明兰若有若思低头不语 等到放学后 突然下起了大雨 明晴慌慌张张在书包里翻找 幸好妈妈给她准备了雨子 正准备和妹妹一起回家时 却看到明兰站在了雨中 可爱的模样让明晴一时有些发愣 奇怪妈妈什么时候给妹妹买的怪兽衣衣 回过神来 便询问妹妹喜不喜欢自己送的领 毕竟也没见她待过一次 明兰满脸疑惑 却让明晴以为妹妹不喜欢自己的领 决定之后亲自挑选一个给妹妹 而且她会做一个合格的哥哥 而明兰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 回家后明晴就把今天的事情写在日记上 恰巧被在家养病的明晴给看到 里面居然记着他们一家的点点滴滴 明晴也为弟弟的成长感到欣慰 而回到房间的明兰 终于找到了明晴送给她的领悟 打开一看 居然是一枚带着小鸟的项链 等到第二天清晨 妈妈突然做了一大桌子好菜 贪吃的明晴刚想抓起一块 就被明晴给抓住 尴尬的明晴赶忙扶哥哥坐下 这时爸爸也提前回到了家里 就当兄弟俩感到奇怪时 妹妹明兰也来到了客厅 明晴兄弟俩顿时愣在原地 妹妹竟然还穿着救援队阿姨给的衣服 身为养女的明兰重新回到上家 妈妈没想到女儿还穿着救援队送来的衣服 赶紧为女儿重新打扮一番 懵懂可爱的模样 可把上家兄弟俩羞红了脸 明晴毫不吝啬夸奖妹妹好看 大哥明晴也觉得项链非常符合妹妹的气质 随后妈妈将明兰带到餐桌上 不停地给女儿碗里加菜 哥哥们也对她格外的体贴和关心 可明兰却心思沉重 等到大家开始吃饭的时候 妈妈生至儿子明晴下周就要去欧西里学院了 而明晴和明兰也即将上六年级 由于在三后 还是将自己命不久已的事情告诉了家里 刹那间整个空气变得安静起来 明晴实在无法相信 妈妈的生命居然还剩两年时间 明晴流着眼泪质问哥哥 妈妈的病情是不是医院搞错了 可明晴不愿回答 只是让弟弟不要哭了 明晴无法置信 哥哥直到现在居然还是如此冷静 愤怒地指责他难道一点都不关心妈妈的身体吗 明晴的态度也开始变得严肃 怒斥弟弟以后别再让自己听到他哭泣的声音 备受打击的明晴跑回房间 而明晴却始终没有阻拦 只希望弟弟经历过这次的事情后 尽快能成熟一点吧 而明兰也感受到明晴心中的无奈 也决定要改变一下自己 于是主动收拾桌子上的碗筷 明晴倍感欣慰 也准备帮着妹妹一起整理 忙碌之中明兰才想起哥哥的脚伤 明晴却表示并无大碍 但还是感谢明兰这次肯留下来 明兰却没有多言 就当明晴还想再说些什么事 门外传来敲门声 明兰透过冒眼查看 发现竟是哥哥的同学婷婷姐姐 赶紧打开房门邀请对方进来 可婷婷看到换上新衣服的明兰 差点没认出来眼前的小姑娘是谁 随后婷婷想让明晴出来一下 明兰看了一眼身后的明晴 谎称哥哥已经睡觉了 不甘心的婷婷只能请求她把明晴叫起来 却注意到明兰脖子上戴的项链 正是她以为明晴会送给自己的礼物 却没想到明晴居然是给妹妹买的 婷婷的情绪瞬间低沉下来 拜托明兰将自己的联系方式交给明晴后 伤心欲绝地准备离开 明兰本想帮她拿把雨伞 可婷婷却没有接受 一个人带着微笑拎着大雨独自离开 而楼上的明晴姿势之中都没有露面 更是在明兰将婷婷的联系方式给她后 当场撕得稀碎 明兰十分不解哥哥的行为 询问她为什么这么对自己的女朋友呢 明晴直言胡扯 随手将明片扔进垃圾桶里 解释自己和婷婷不过只是同学关系而已 明兰无法理解 她刚才明明看见婷婷哭得很伤心 但明晴的态度十分冷漠 主妇妹妹以后不要再和婷婷扯上关系 与此同时婷婷伤心欲绝地临着大雨 回家后秘书却找到了她 告诉婷婷她父亲这次中的毒是一种人工病毒 而且被查明必须从食道进入才会发阻 但每次饮食自己都做过检验 除了最近的那一次葡萄酒没有 婷婷倍感震惊 怒斥秘书是在怀疑自己谋害了父亲吗 秘书深知婷婷年纪还小 只能暗示她医生说过这种病毒很奇特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分两次进入人体 到时候就算神仙下凡也无法查出病因 而婷婷也带着一律回到房间 突然想起明晴之前就给她寄过一个快递 里面好像也是一瓶葡萄酒 当时她就想让父亲品尝一下 可父亲因为工作一直没来计合 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 婷婷惶恐不安 开始怀疑这一切是不是和明晴有关 但转念一想 自己的心上人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从敌对到学会做彼此的家人 明兰的回归 迎来的却是哥哥的离开 明晴顺利地通过了欧西里学院的第二次考试 爸爸带着一家人将她送到了机场 明晴却因为妈妈的事情一直对哥哥心生不满 不过明晴却没有在意 临行之前将明兰叫到了一旁 将一个蓝色礼物交给了她 顺便询问妹妹以前是不是去过欧西里学院 虽然明兰慌张地回答没有 但明晴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随后便来到弟弟的身边 嘱咐明晴每周都要跟自己反馈家里的情况 如今现在自己不在了 他就是家里的大哥了 要学会好好照顾妈妈和妹妹 而明兰看着之前给哥哥包扎伤口的发带 和明晴一起目送明晴离开 与此同时一位白发少年已经被关押了整整一年 徒手就将窗外的小鸟给掐死 随着管家的到来 这位自称朱里安的少年终于得以回归 回家后就找老爷子讨要欧西里学院 只为寻找自己的宠物安格拉 虽然管家已经告诉他那孩子一年前就死了 但白发少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而他一直寻找的宠物正是被收养的明兰 此时的明兰一直跟在二哥明晴身边 兄妹俩也在大哥明晴离开后生上了六年级 而同桌唐元却分到了别的班级 但每天还是围着明兰打转 明晴因此心生不满 因为他每次想要和唐元说话的时候 对方从来不敢直视他的目光 而且总是一见到他就慌张地逃跑 屡次识别的明晴也决定以后不再和唐元说话 为此特意将这件事情通过邮件告诉了哥哥 但明晴只是让他离唐元远一点 而唐元虽然总是躲着明晴 但和明兰却走得很近 放学后热情地邀请明兰到家里做客 看到明兰没有拒绝 打算回家后给明兰讲讲自己的故事 来到唐元家后明兰不可思议 整个屋子满目狼藉根本没法下脚 而唐元却表现得无所谓 可明兰还是踩到了沾满口香糖的袋子 而且无论怎么甩都甩不掉 不信邪的明兰使出吃奶的力气 在唐元的震惊之下 明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口香糖取掉 但袜子也被撕破一个口 唐元只好回卧室给他换条新的 可明兰却看到满墙都是二哥明晴的照片 唐元深知明兰的疑惑 解释自己和明兰认识快五年了 如果没有三年前那场手术的话 两人现在应该还是好朋友 可话还没说完 唐元的身体却止不住地颤抖 蹲在地上不停抽气起来 不会安慰人的明兰 只能默默地守候在身边 也许是太长时间没有倾诉的对象 唐元最终和明兰讲起了曾经的往事 那是七岁的他遇见了八岁的明兴 两人都有一颗先天性发育不全的心脏 而且还在同一个班级 相同的命运让他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彼此之间经常分享生活中的美好与悲伤 所以懵懂天真的两人 曾在学校天台上发誓要一起做心脏移植手术 直到有一天唐元突然消失了好几个月 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只要明静一接近他 唐元就会慌张地逃跑 而明静依然每天坚持给他打电话 但始终无法打通 在寒冷的冬天明静伤心地昏倒在雪地里 那次的心脏病发也是他最痛的因子 自此之后两人的关系彻底决裂 明静也从之前的听话乖巧 变成一个经常在学校调皮捣蛋的坏学生 但唐元心里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原来三年前妈妈准备带他去国外做手术 但唐元非要和好朋友明静一起不敢答应 那时候妈妈也同意了这个无理的要求 直到唐元躺在病床时 才发现妈妈欺骗了自己 虽然手术很成功 但唐元的胸口上从此多了一条触目惊心的伤疤 还有那颗未经他同意被掉包的心脏 同时也失去了自己曾经最重要的朋友 将心里藏着的秘密告诉了明兰后 唐元整个心声都轻松了不少 在主妇明兰不要告诉明静后就准备送她回家 却被赶来的妈妈给撞见 母女俩一见面就开始吵起来 明兰只能独自一个人离开 却看见二哥一直在楼下等着她 主妇妹妹穿好衣服后 就让她跟着自己一起回家 明兰看着走在前面的二哥明静 想起了唐元曾经说的话 在明静的惊讶之中 明兰表示自己有话要和她说 明静一阵狐疑 怀疑妹妹是不是发现自己 昨天偷喝她饮料的事 赶紧急忙道歉 可明兰却不理她 只是像看傻子一样盯着她 在明静的震惊之下 邀请她周六在广场游乐园见面 明兰得知唐元和哥哥之间 有着很深的误呼 于是故意把明静约到了游乐园 而同样也被邀请了唐元 一看到明静瞬间慌张起来 转头就准备离开 明兰赶紧上前阻拦 唐元生气地指责她不守心用 为什么同时约了她和明静见面 难道只是想看自己出丑吗 就当明兰思考如何解释 明静蓝脸不悦 直接叫着妹妹一起离开 明兰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 好不容易才把两人骗到了一起 眼下的情况怎么越来越糟糕了 情急之下只能一只手拽住明静的衣服 另一只手抓住想要离开的唐元 在明静和唐元的震惊之下 三个人只能手拉着手去游乐园 而唐元一直很紧张 但还是有意无意偷偷观察明静 两人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离得这么紧 但唐元知道自从她的心被丢到某个垃圾桶里后 自己已经失去了和明静站在同一个世界的资格 回想曾经的美好 唐元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明兰只好将她抱在怀里 明静却是一头雾水 她总感觉唐元哭声中带着很多烦恼和苦衷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和她有关系 但明静还是决定继续和唐元做朋友 从那次之后三人的关系越发变得微妙 起初唐元看到明静还是紧张地想逃跑 明静都会站在原地等待 而明兰也会将她给转回来 久而久之唐元也开始慢慢适应下来 但也只限于他们三人在一起的时候 直到这个夏天的来临 唐元却带着遗书闭上了眼睛 不知情的妈妈也回到了家里 本想叫醒女儿参加小生初的面试 可无论她如何呼唤 唐元都没有反应 直到她看见了床上的那本遗书 妈妈顿时慌了神 担心女儿心脏病复发了 不顾一切地冲出卧室 连忙给急救中心打电话求救 却听到身后传来女儿的声音 而唐元一脸得意地站在门外 妈妈这才反应过来 唐元刚才都是装的 刚准备教训女儿一顿 唐元却痛苦地捂住心口 更是直接瘫倒在地上 妈妈虽然感到紧张 但考虑到刚才的事情 认为女儿一定是装出来的 可看到唐元痛苦地在地上挣扎 妈妈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就当她准备去给女儿拿药的时候 唐元却若无其事地睁开双眼 更是嘲讽妈妈真笨 居然会上两次当 妈妈的脸色瞬间体清 一把推开怀里的唐元 眼里的愤怒不言而喻 生气地直接离开 而唐元好似奸计得逞一般 她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为了能和明镜兄妹俩上一个初衷 随后换上新衣服的唐元 马不停蹄就往目的地赶去 却看到明兰和明镜早已等候多时 就当她准备和两人打招呼时 心口却传来剧烈的疼痛 唐元只能蹲在地上苦苦支撑 却看到正在陪妹妹买饮料的明镜 那种感觉很像曾经的自己 等到心口的疼痛慢慢消退 唐元便准备和明镜两人回合 但当看见明兰幸福的眼神 她终于意识到 原来能和明镜并肩一起走的人是明兰 随着夏天过去 明兰兄妹俩成为了一名初衣新生 可他们的身边再也没有了唐元的身影 女孩第一天踏入初中校园 学校里却传出暑假里死了一个学生 而唐元也恰好没有来学校报道 明镜认为那不过只是谣言 于是带着妹妹明兰来到唐元家里 怎料唐元的电话又变成空号了 明镜只好让妹妹明兰再等等 自己先行离开看望医院的妈妈 却遇到了绿洲小学的班主任 于是询问唐元怎么没来初中部上课 更是将学校谣言唐元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告诉她 但班主任却没有多言 只是嘱咐她有些事情还是眼见为时的好 与此同时在唐元家等待的明兰 想起暑假和唐元在摩天轮游玩的经历 当时唐元开心地告诉她已经搞定了妈妈 今后他们三人还会在同一所初中上学 所以明兰不禁开始有些担心起来 这时唐元的妈妈回到了家里 明兰也终于知晓唐元在暑假的时候就离世了 得知消息的明兰不敢置信 明明那时他们三个人玩得很开心 无法接受现实的明兰落寞离开 唐元妈妈却告诉她 女儿拍了很多他们兄妹俩的照片 已经放在了他们班主任那里 与此同时明镜也从小胖老师那里 接过唐元留下的遗物 虽然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唐元真的离世了 但明镜和明兰始终不愿相信 他们经常会不约而同研究唐元留下的东西 心里一直认为唐元终有一天还会出现 往后的日子里明镜兄妹俩总会想起唐元 明兰也经常来到摩天轮 看着那独有的标记 想起了唐元心中的执念 决定以后要替唐元默默守护明镜 直到大哥明晴的回归 沉浸许久的上家也突遭剧变 因为妈妈看病需要很多钱 上爸爸决定搬到小一点的房子居住 回到家的明晴开始带着弟弟妹妹整理衣物 看着桌子上铺满了各式各样的外卖 明晴不禁有些疑惑 明镜只好告诉他爸爸已经把保姆和司机都辞退了 这几个月每次留下生活费就匆匆忙忙地离开 考虑到爸爸肯定是在为妈妈治病筹钱 所以就没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他和妈妈 文言明晴深感欣慰 现在家里过得比以往艰苦许多 弟弟居然能一个人承担下来确实成熟了不少 这时明兰端着晚饭走过来 明晴顿感惊讶妹妹还会煮饭呢 赶紧拉着哥哥一起品尝一下 尽管两人都怀疑妹妹的手艺 但为了不辜负明兰的一片心意 闭着眼睛就往嘴里塞 可奇怪的味道还是让明晴喷了出来 得知妹妹居然在粥里放了酸奶 明晴的五官都要被震碎了 不想弟弟妹妹饿肚子的明晴决定自己动手 怎料只做了一份蔬菜沙拉 明晴一阵狐疑 难道大冬天要带着妹妹吃草吗 可哥哥又不让他点外卖 只能亲自出马 做了一份三菜一汤 明晴不敢置信弟弟居然还会做饭 明晴却得意地表示以前跟着妈妈身边学过而已 就当两人品尝明晴的手艺时 妈妈找到了主治医生提出要出院 第二天收到消息的爸爸急忙赶过去 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妈妈却觉得这样治疗下去只是在浪费家里的钱 男孩刚为生病的妈妈办好出院手续 爸爸却愤怒地掐住他的脖子 录持他不好好在学校上学浪费自己的钱 妈妈只能拼命地拦住丈夫 解释自己打电话让儿子请假回来的 安慰明晴先出去后 妈妈表示已经知道家里的情况了 如果因为他生病拖累了这个家 他宁可不再继续治疗下去 但爸爸却面色不悦 实验自己从来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 与此同时明晴正和明晴一起在家里收拾东西 却在爸爸的房间找到一本相册 里面都是已故妹妹刚出生的照片 殊不知明晴也一直蹲在旁边偷看 明晴顿感不妙 惶恐妹妹会因此感到失落 好在明晴并不在意 明晴也开始看看相册里面的照片 却总感觉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直到明晴提醒她是不是得过什么失忆之类的病症 明晴这才想起来 妈妈曾经说过她七岁的时候发过一次高烧 之后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 就连相册上明晴一岁的照片她也是第一次看见 随后明晴询问明晴 真正的明晴是怎么没的 明晴却解释妈妈说过妹妹两岁时遭遇了车火 那个肇事司机直到现在也没被抓到 忽然明晴越想越不对劲 为什么家里只有妹妹的照片呢 自己和哥哥的童年照怎么没有呢 明晴直接从身后拿出刚刚找到的绿色相册 里面虽然也记录着明晴和明晴的点点滴滴 但唯独没有她和哥哥出生时的照片 与此同时医院内 爸爸和妈妈因为孩子们的事情吵了起来 得知妻子为了这几个野孩子不愿好好治疗 爸爸已经没有了内心 妈妈惶恐丈夫再次将孩子们送进孤儿院 以此威胁丈夫不要这么做 爸爸生气地离开医院 临走大骂明晴赶紧滚回学校上课 丝毫不再掩饰对他们的厌恶 他和弟弟回家 但汽车开往的方向却不是自己熟悉的那条 直到爸爸将他们带到了孤儿院 明晴意识到已经被收养三年的他们 可能再次会被抛弃 于是拼命地祈求爸爸不要丢下他和弟弟 得到的却是爸爸无比冷漠的背影 如今听到妈妈为了他们和爸爸以死相逼 明晴平静地走进病房 妈妈深知儿子听到了自己和丈夫的谈话 于是劝说明晴不要记恨爸爸 当年抛弃他和弟弟的事 明晴看着满脸憔悴的妈妈 表示当年那件事情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 而且爸爸不是在半年后就把他们兄弟找回来了吗 随后明晴便下楼去交出院的手续单 妈妈看着儿子落幕的背影 决定在生命的最后时间 一定会用尽全力保护孩子们 而离开的明晴迟迟无法释怀 他已经受够了这种被人掌控的生活 妈妈为了不让丈夫再次抛弃孩子们 宁可放弃治疗也要回到家里 开心的明晴赶紧把妹妹叫过来 却看到明晴端着一碗西周从厨房出来 那一刻妈妈的心忽然很痛 赶紧和宝贝女儿打招呼 可明晴只是默不作声地走过去 激动的明晴赶紧告诉他妈妈的身体康复 大哥明晴本想解释 妈妈却拦住了他 告诉孩子们自己的病已经彻底痊愈了 文言明晴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他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撒谎 直到明晴叫大家吃饭的时候 看着妈妈满脸幸福的模样 明晴终于明白过来 妈妈这次根本不打算再回到医院治疗了 晚饭过后妈妈将明晴叫到了外面 嘱咐她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学 并希望她不要将真相告诉明晴和明晴 文言明晴愤怒地将垃圾扔在地上 直到现在妈妈居然还在为他们兄妹考虑 明晴内心挣扎了许久 最终还是同意继续替妈妈保守秘密 等明晴落寞地离开后 妈妈的心真的很痛 他知道明晴也不过只是个孩子而已 却要为了这个家背负了太多压力 如今自己这个母亲能做的 只有在最后的时间内好好守护他们吧 而回到房间的明晴心思沉重 明晴也看出哥哥的不对劲 询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明晴却没有理会 心声不满的明晴直接敲他脑壳 明晴刚想生气 就听到明晴在指责他这个哥哥 好不容易从OC里学院回来一趟 现在连话都不想和自己这个弟弟说了 是不是学习学傻了 明晴也没想到弟弟这么大的怨气 赶紧表示以后假期都会回家 明晴这才准备和他分享白天找到的相册 询问明晴里面怎么没有两人小时候的照片呢 得知弟弟是从爸爸的房间里翻出来的 明晴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于是询问明晴是否还记得七岁以前的记忆 然而明晴却没有什么印象 而且他两岁到七岁之间的照片也没有 闻言明晴也感到非常奇怪 毕竟哥哥这么聪明 自己这个弟弟脑子怎么这么笨 就当明晴以为弟弟察觉到他们不是亲兄弟时 明晴突然表示自己会不会是外星人 闻言明晴瞬间无语 他本以为弟弟这段时间成熟了不舍 如今看来还是一个单纯的小片 要不然也不会固执地认为唐元没有死去 但明晴也曾怀疑过这是弟弟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 就像当初弟弟七岁那年一次高烧居然忘掉了一切 所以也就不打算把真相告诉弟弟 但还是提醒明晴忘记只是逃避的一种手段 但很多事情只有面对才能得到解决 说完也不管弟弟是否明白倒头就水 而来到卫生间的明晴一直在思考哥哥什么意思 虽然知道自己忘记了很重要的事情 但只要有妈妈在一切有什么好怕的 等到了深夜 明晴看了一眼熟睡的弟弟 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家赶往欧西里学院 明晴却叫住了她的脚步 想起当初和妹妹的约定 明晴鬼使神差地询问明晴要不要和她一起走 不等明晴回答 明晴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 毕竟这一次离开 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毕竟当初约定的两年时间已经快要到了 明晴虽然有点不舍的 但想起明晴背后的纹身和过去 明晴甚至下次回来的时候 可能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兄妹俩被人跟踪 妹妹却丢下哥哥独自逃回家 明晴离开家里一年后 明晴和明晴也上到了初二 但自从搬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后 明晴总是神经兮兮的认为有人在跟踪她 更是一次意外直接把明晴一个人丢下 回家后淡定的喝着妈妈递来的饮料 许久过后明晴不满的回到家里 告诉妹妹刚才那人不是坏人 明晴只是亲吻一生似乎早就知晓 明晴顿时不乐意 质问明晴既然知道没事 为啥还要把她一个人丢在后面 明晴却表示一个人被抓 总比两个人被抓要好 并希望明晴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最好也把她这个妹妹丢下 明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只好询问妈妈明晴最近怎么老是紧张兮兮的 好像真的有人要抓她似的 妈妈只好告诉儿子 当初自己收养她妹妹的时候 明晴正好被卷入一起留守儿童打架事情 而且似乎这起事件是因为明晴而起的 当时的记录显示 明晴第一次出现在一座沙滩上 拿着身上紧剩的钱买了水喝 男孩因为第一次见到美援 不等找钱明晴就独自离开了 男孩只能追过去 明晴却害怕地拼命想要逃跑 让男孩以为明晴的钱是偷来的 非要带着明晴去警察局 却遭到明晴的强烈反抗 被打的男孩没多久就叫来了十几个孩子 等警察赶到的时候 明晴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 虽然后面有孩子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奇怪的是明晴并不配合警方的调查 这件事情随着那张美援的消失也就不了了之 但妈妈还是从孤儿院那里听说 明晴虽然接受了医院的滞留 却非常抗拒医护人员替她检查身体 得知妹妹过往的明晴若有所思 联想到几年前在妹妹身上看到的东代 明晴猜想明晴背后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妈妈却警告她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待妹妹 千万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欺负明晴了 随后就嘱咐她去叫妹妹过来吃饭 殊不知明晴已经开始收拾行李 如今和明晴约定的两年时间已到 明晴也决定今晚悄悄地离开上家 这时明晴端着碗筷来到房间门口 明晴为了不被发现只好打开房门 但明晴却表示自己有话要说 告诉明晴哪怕她真的被人抓走了 她这个哥哥也不会选择离开 希望明晴放心地把后背交给自己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他们兄妹一定要一起面对 可话还没说完 明晴失神地躲进房间 等到第二天 明晴最终还是没远心离开 妈妈已经为她准备好了早饭 看着女儿身上穿的还是那件校服 倍感担忧的妈妈还是打电话给丈夫 询问她这么长时间怎么也不回家 而且家里的生活费也快要用完了 但爸爸却表示如果她不去医院治疗 今后再也不往家里寄钱了 而且她也有办法把这三个孩子送回孤儿院 妈妈也没想到丈夫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本想再次劝说丈夫回家 可爸爸却烦躁地挂断电话 看着报纸上听听父亲去世的新闻 现在的她已经没有心思再考虑那三个野孩子了 而妈妈这头也开始忧心忡忡 眼下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自己的身体恐怕时间也不多了 为了不让孩子们担心 只能期望丈夫早点回心转意 等明晴吃过早饭后 妈妈突然表示要去参观一下她的房间 在明晴的疑惑之中 妈妈却将衣柜里的衣服全都收拾起来 而这些都是已故女儿小时候穿的 直到现在妈妈才告诉明晴这些年自己太自私了 她不应该将明晴当作已故女儿的替身 从而忽略了她的感受 所以妈妈诚恳地向明晴道歉 以后自己一定会努力做好一个母亲的 等妈妈将衣服拿出去后 明晴坐在空荡荡的房间 脑海里一直回想妈妈刚才说的话 这一刻她忽然不想离开这个温暖的家了 而坐在门外和儿子聊天的妈妈 也很感谢上天让他们成为一家人 现在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明晴能喊自己一声妈妈 这一幕刚好被明晴所听到 就当她准备第二天满足妈妈的愿望时 这个深夜妈妈带着幸福的微笑还是离开了这个家 妈妈带着幸福的微笑最终离开了这个家 明晴再也没有机会亲口喊她妈妈 得知消息的明晴拼了命地往家板 不愿回家的爸爸也终于肯在葬礼上露面 而明晴也无法从妈妈离世的悲伤中走出来 她更加无法接受明晴的冷血 直到现在明晴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可妈妈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却是妹妹喊她一声妈妈 明晴也没有反驳 回想养母第一次把她带回家的样子 明晴的心真的很痛 她曾经以为养母只是把她当作死去女儿的替身 伤心欲绝地回到房间 看着床上妈妈临死前为她缝织的发败 虽然妈妈走得很安详 可明晴还是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 与此同时爸爸一直待在妈妈的房间 她无法接受妻子 最后还是选择了那三个野孩子 如今身边再也没了阻拦 彻底癫狂的爸爸最终决定做个了结 随着妈妈的葬礼结束后 爸爸带着孩子们来到一家餐馆 主妇两人多吃点后就跑到前台结账 兄妹俩等了半天也没见爸爸回来 意识到不对劲的明兰急忙冲了出去 却看到爸爸已经坐上汽车准备离开 明兰愤怒质问她要干嘛 明晴也哭着眼泪祈求爸爸打开车门 然而爸爸只是冷漠让他们滚开 自己从来就不是他们的父亲 不明所以的兄妹俩 只能傻傻地看着爸爸离开 明晴还想继续追赶 明兰却急忙拦住她 直到现在明晴都不明白 爸爸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把他们兄妹丢在这里 而明兰看着身边越聚越多的陌生人 担心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故意大声告诉明晴爸爸只是去买东西 随后带着明晴赶回饭馆 制止准备收拾桌子的服务员后 狼吞虎咽的大口吃饭 不明所以的明晴刚想询问 明兰只是告诉她吃饱后才有力气走回去 等到了深夜 明晴才赶回家里 看着墙上挂着的遗照 她还是没能见到妈妈最后一年 这时爸爸也提着行李箱从房间走出来 嘱咐儿子给妈妈磕过头后赶紧休息吧 自己刚好也要出个远门 明晴这才发现弟弟和妹妹怎么没在家里 三人也不是亲兄妹 只要明晴以后乖乖听话 自己肯定会把成绩优异的她攻完大学 明晴没想到爸爸这么无耻 怒斥他这样做就不怕受到法律的制裁吗 对得起妈妈的在天之灵吗 可爸爸却根本不在意 反而当着明晴的面指责妻子 根本就不是个称职的母亲 这么多年从来不工作只知道花自己的血汗钱 即便这样自己还是为了讨好妻子收养了她和明晴 如今又让一个野孩子顶替了自己女儿的名字 从来没有替她这个丈夫考虑过 这一幕刚好被赶回来的明兰听到 明晴赶紧冲上去查看妹妹有没有事 而得知真相的明晴一直躲在门外不肯进来